欢迎收看Money DJ新谷巡礼 我是丁玉山 铜箔是铜箔基板 以及印刷电路板产业当中 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 目前还是难以被其他的材料替代 2015年的下半年 因为中国推动新能源车的需求 造成部分的铜箔将产能转移到 生产离电池铜箔 铜箔产业反转过去供过预求的劣势 造成整体的铜箔报价 以及加工费的走扬 今年整体的市场供需则是维持稳定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一支即将上市的新股铜箔厂商荣科 荣科是化工大厂李长荣化工旗下的子公司 虽然产能不如同业如此的大 但是公司采取客制化的商业模式 分散客户风险 未来将市场锁定在立基型的高毛利率产品 例如汽车版以及5G的市场应用 提供客户多样性以及客制化的产品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荣科的公司基本资料 荣科成立在1997年 为专业的电解铜箔制造厂商 也是国内上市公司荣化的子公司 实收资本额为14亿元 荣科的母公司荣化 目前持股的比例为72.25% 在上市之后融化的持股将会降低到65%的水准 荣科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在高雄 年产能约11000吨 产品主要是供应台湾、中国、泰国、日、韩以及欧洲等地 客户群则以手机板、汽车板的印刷电路板 和铜箔机板厂商为主 荣科所生产的电解铜箔 是铜箔机板的主要原料 而铜箔机板也是生产印刷电路板的主要原料 所以电解铜箔是制造印刷电路板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属于印刷电路板的上游产业 市场也深深地受到印刷电路板产业的影响 在竞争的部分 目前全球铜箔的生产基地大部分集中在亚洲 例如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大陆地区 中国厂商近几年的技术面紧追在日、韩、台之后 台湾的铜箔厂商主要有南亚、长春、京居、台铜等等 中国厂商如建韬、铜冠、林宝华鑫、诺德等 国外的铜业则包括日本骨壳、三井等等 融合在产能规模上面不如铜业 而主要是透过客制化的商业模式增加加价的能力 分散客户的风险 在既有的产能下能够提供多样规格给客户 也因为规模中量生产可以灵活调整 比较具有选择客户的能力 而铜箔的报价方式是采取前一个月的LME同军价 再加上厂商所收取的加工费 加工费的报价大致是受到整体产业的供需状况影响 2013年以前铜箔产业的竞争激烈 造成部分铜箔业者退出市场 降低产业的供给量 2015年开始 中国电动车需求成长快速 多家厂商将产能转换到 生产比较高毛利率的离电池铜箔 让标准铜箔产生短缺 2016年 全年的铜箔加工费上涨了约2到3成的水准 2017年维持高档 2018年供需平衡 新增的标准铜箔产能增加有限 加工费维持稳定 铜箔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包括电解铜箔以及压岩铜箔 应用的区分上面 电解铜箔是用在铜箔基板供硬板使用 压岩铜箔主要是用在软性铜箔基板供软板使用 具有可能性的特点 而新能源车用的离电池的部分 可以采用电解铜箔或是压岩铜箔都可以 在环保意识的抬头下 2015年中国电动车需求成长快速 离电池铜箔的占比大幅提高 2013年的时候 离电池铜箔占铜箔产量的10% 到了2016年已经倍增达到两成的水准 而且仍有存在缺口 近年铜箔厂商在扩产的部分 以需求成长比较好的离电池铜箔为主 对标准铜箔的扩产相对的谨慎 目前标准铜箔市场仍供需健康 主要是因为PCB产业 每年自然的年成长率约为5% 而近年来开出的离电池铜箔厂 普遍不具有后处理制程 所以新增的离电池铜箔 不容易再转回标准铜箔的生产 因此整体铜箔产业的供需 仍算是健康 荣克的产能相对铜箔比较小 但是可以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增加下游客户的广度 与客制化产品提供的能力 再加上原有的机台设计制程中 产生特殊宽幅规格的产品 供客户使用 未来会针对特别的客户 产品线进行客制化的搭配 目标锁定在高速多层细线路板 以及高频讯号传输板 如汽车防撞雷达 GPS安全系统 伺服器等等 另外荣克与客户的关系稳定 与客户的往来交起准时 降低延迟交货的风险 以至于销售客户 不会有代料停工的风险 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在未来的发展目标上面 荣克看好未来消费性电子产品 将会走向轻薄多功能的发展 另外铜箔的需求应用 在高频高速的产品将会提高 最主要是机地台和伺服器的市场成长 在车联网的应用 也是荣克的下一个发展机会 因此公司今年将会积极地 发展汽车版的产品 例如侦测雷达 照明控制版以及电动窗等等 近年来因为汽车电子化的日益增加 相对过去传统汽车 一台车大约需要用到 0.5平方米的铜箔基板来看 未来汽车电子用量提升下 一台车需要用到的铜箔基板 约可达到2平方米的水准 等于是过去的4倍 另外在高频高速的市场 包括5G的产业 荣克也开发出反转铜箔 应用在伺服器板以及多层板使用的 内层细线路铺板 另外还有特殊版卡用的铜箔 以及高频高速铜箔 公司希望可以借由这些新产品 提升获利能力 并且掌握更大的市场成长潜力 其中靠屏高速反转铜箔都已经少量的出货 预计2019年可以放量 主公既有客户的新高频高速网通应用 另外公司也透过特殊版卡用铜箔 通过欧洲晶片卡大厂的验证并且出货 为了符合这样子的发展 公司也预计在目前4条生产线之外 今年将会再新增一条高阶VLP产线 并且在2019年投产 新产能将会全数开发未来高频高速的应用 以上是今天的新股巡礼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